可能不知道我講的什麼意思 好 我們到時候講今天單位 它的報導分成三類 第一個 營業準益 第二個 處分準益 這兩個都已經發生了 第三個 評價準益 好 那這兩個 前面兩個都已經發生了 已經實際發生 我當然需要 引迟報導 損失利益 因為都實現的 都可以報導 那評價利益呢 它什麼是評價利益 是還沒有實現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也之前也講 還沒有實現的評價損益 為什麼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因為損失我們的損益性是不是講 只要有損失 目擊得出來就要入障 就要承認進來 要記的我講的承認 是指你障策上就要記入進來 所以承認的意思不是 各位很囂張說 我承認的這件事情 不是 但是拍記裡頭的所謂的承認 是你 障策上要做分路進來 你做了分路 就會反映在你的分類帳 然後握帳 就會反映在你的暴龍上面 好 所以呢 當我知道 承認的時候 意思就是你要記帳 好 障策上要出現 障策上有 就會反映在你的暴龍上面 好 那我剛剛之前講說評價利益 雖然他沒有實現 但是因為他很快就會實現了 因為停業單位了嘛 所以也知道女生很快就會把他賣掉的 所以他的利益也很承認 那評價是指什麼 評價是指淨資產的賬面價值跟淨資產的功率價值來比這樣 淨資產是指什麼 我的評價的時候呢 是指我還停業單位還沒有儲分的淨資產 就是還沒有儲分的資產 附在之後的賬面價值功率價值來比這樣 如果功率價值照高 我就承認評價利益 相反我就承認評價所吃 所以我剛剛講 當我在做期末評價的時候 是指淨資產 我指的是他的淨資產 那淨資產值的是什麼叫做淨資產 這幾個名詞呢 其實有些名詞可能用在不同的地方 就像我們在講成本塊系的時候會講 所有的指的成本其實都不是兩個完全是相比的 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分析的時候 我用一個名詞不同而已 所以講的淨資產呢 其實它是指什麼 所有的淨資產 就是你的資產 減掉負債 資產減掉負債叫做淨資產 那淨資產 那淨資產又有的名詞叫做什麼 所以淨資產 最近資產又是什麼 股東權益啊 對不對 我們說資產減價負債就是什麼 股東權益啊 就是權益啊 所以這兩個 是指類似的東西 好 那我說不能講完全一樣 是因為我可能在不同的角度 我不能講說權益的帳面價值啊 好 通常來講我們不能講權益的帳面價值 因為權益的帳面價值 呃 可能不是那麼的適當啊 然後在這個角度 我們用金資產來講 那更好一點更貼切 好 那你想我的資產 包括了流動跟非流動 我的總資產啊 好 所以我的總資產 我的總資產包括了流動跟非流動 所以我的負債也一樣 指非流動 流動跟非流動的負債 就是我的總負債 所以我的淨資產就是指我全部的資產 僅有全部的負債 帳面價值跟公平價值之間的比較 比較 帳面價值比較高 我就承認平價損失 帳面價值比較低 我就承認平價損利益 好 所以這個就是評價的來源 這樣看清楚了 這樣搞清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勢力 因為勢力好像會延續的勢力二來的 好 我們從勢力一開始 好 我們看一下勢力一 六十一頁 好 借案公司呢 X7年中決定處分它的電子部門 那這個部門呢 在差異年有營收五十萬 停業費損二十五萬 處分的淨資產產生的利益有五萬 好 已經處分了 有五萬 那再來呢 電子部門上會處分的淨資產的帳面價值二十五萬 工女價值是二十四萬 假設所得稅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好 為你有關於停業部門要怎麼表達 好 停業 單位 選意 好 那我們之前講 停業單位 我是不是要報到 停業選意 好 我是簡單來講 我是寫最後就好 好 我不寫最後的 走得稅的影響是多少 然後呢 我分三個寫 好 福分損益 評價損益 我目前不管後面他的答案是怎麼寫 我自己把它寫成這樣子 其實是都可以的 結果是一樣的 好 那我的營業損益是多少呢 我的營收是五十萬 然後我的營費損是二十五萬 所以整個減掉我是不是一夜之一二十五萬 好 乘上百二 扣掉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得稅 就乘上七十五 所以我是十八萬七千 好 有一個五百 十八萬七千五百 好 那我的 儲分 儲分他說呢 我產生的是什麼 利益五萬 扣掉所得稅之後 三萬七千五百 好 再來 我呢 有產生的是 我的評價呢 我的經營資產 上面價值二十五萬 但是公里價值就二十四萬 所以我損失一萬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扣掉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我的經營損失就是七千五百 好 所以呢 我的營業單位 水益合計起來呢 是十八萬七千五百 加上三萬七千五百 總共七千五百 總共七千五百 好 所以是二十一萬七千五百 好 我相信跟課本一樣是一樣 這是課本上面 我寫過了十一千五百 對不起我看錯了 明天被損失五十二萬 你們都沒有跟我講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停業單位 好 前面後面我不管他吧 我奉你再講停業單位的報告方式 這是我看錯了 這是勢力一 可以嗎 好 這是勢力一所講的 我們來看勢力課本上指導 處分跟評價合在一起 我把它分開寫而已 沒有一點影響 我可以分開寫 我可以合在一起寫 不影響我的結果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勢力二 終於說要談勢力二 好 健安公司呢 停業單位淨資產在差七年底 平價後的帳列價值是二十四萬 我們前面就看差一年底 公民價值是二十四萬 我已經承認一萬塊的平價損失 所以把它從二十五萬 調整為二十四萬的金額了 所以二十四萬變成是它的帳列價值 調整後的帳列價值了 然後呢 差八年的三月五號 把所有的淨資產 全部出售掉二十四萬八千 好 那這個部門呢 其實在差八年度的時候 有營業收入十萬 營業費損十一萬兩千 好 這樣到這裡 首先 我先來講 我們先講這一個比較簡單的狀況 它的營業收入 假設說我差七年底的時候 我這個存貨我已經把它調整為公民價值是十萬塊 好 那結果呢 我賣掉它的時候呢 應該是這樣說 我呢 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這樣說 我調整後的存貨的上面價值是十一萬兩千 重複一次 重複一次 重做一次 也就是說 差七年度 我調整之後 假設我的存貨 我已經調整為它的公民價值 就是它的帳列價值是十一萬兩千 好 如果我賣掉也是十一萬兩千 就沒有賺沒有賠 對 因為我差七年底已經評估是十一萬兩千 只是評估的金額剛好賣掉的金額而已 對 沒有賺沒有賠 所以我的存貨少掉十一萬兩千 我的現金增加十一萬兩千 可以嗎? 可是現在不是喔 它告訴你說我存貨差七年底的時候 我評估有十一萬兩千的價值 而且差八年賣掉的時候 我就拿回十萬塊 這樣聽懂嗎?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呢 我的淨資產 二十四萬 你看 差七年底已經調整了二十四萬了 那我現在講的是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我二十四萬裡面有十一萬兩千 是我的存貨 賣掉了 我存貨是不是要減少 那我賣掉的存貨我只拿回多少? 拿回十萬塊而已 所以我的淨資產 如果根據差七年底來調整的時候 我賣掉了十一萬兩千的東西 可是我只拿回十萬塊 所以我損失了一萬兩千 所以我是兩萬兩千八百 淨資產賣掉 這個部分賣掉之後 我的淨資產的價值量還有兩萬二十二萬八千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它告訴你說 我剩下來的 剩下來的二十二萬八千 全部賣掉多少? 賣掉的是二十四萬八千 所以我有利益 所以我有利益 如果我有利益是兩萬 要聽懂嗎? 要看懂嗎? 好 你就說 這裡告訴你說 我本來差七年底已經把我的淨資產調整為二十四萬了 二十四萬呢 剩下除了存貨賣掉 我想講成那是存貨 除了存貨賣掉 剩下來的東西呢 我全部把它處分完了之後 就是拿回來二十四萬八千 好 那我說這個地方 你把它想成說 什麼營業收入營業費準 我正在講 你把它簡單一點想 我就是把原來的存貨 我原來差七年底之後 評估它的價值有十一萬兩千 對我差七年底的 這個圖章的金額就十一萬兩千 結果賣掉的時候 我只拿回十萬塊而已 這是要不要告訴你 所以我拿回十萬塊的現金 所以我的淨資產就變成是 處分完之後是二十四萬八千 全部的二十四萬塊的金 全部賣完之後 全部處分完之後是二十四萬八千 所以我有產生處分利益兩萬塊 好 所以這來了 所以來到我的差七 差八年度的時候 有關於這部分我的報導 好 目前不管差八年度的 那個前面後面我管 我只管這一段 好 因為它全部賣完了 所以沒有評價的問題 全部處分完了 那我們的處分營業的部分 它已經告訴我 營業利益有十萬 但是我營業費數有 營業收入有十萬 但是營業費數有十一萬兩千 最後損失一萬兩千 一萬兩千乘下扣掉所得稅影響之後 我的損失就九千 然後我的處分利益是兩萬 扣掉所得稅之後 是不是就兩萬乘上點七五 所以是一萬五千 所以我的停業單位 差八年度的金額就是六千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勢力二 六十二頁 它是不是告訴你說呢 我差八年度的那個停業單位 損利就六千塊 對不對 在我們的六十二頁 後面它才是告訴你 停業單位的六千塊是怎麼來的 跟倍數的方式 好 這樣看懂嗎? 所以淨資產指的是什麼? 淨資產指的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呢 我有勾了第七題 那我小同學都有做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我 所以我來講一下這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跟剛剛這個很相 有所相關的 你要把文字看清楚 好 八十一頁第七題 貴格公司差五年六月底 決定組繁它的實體部門 那差五年底的相關資料 從年初差五年的一月到六月底的 營業損失三十萬 那六月到十二月它的營業利益有二十萬 然後呢 差六年初估計儲飯的營業損失有五萬 差六年儲飯食品淨資產的估計損失有十萬 然後差五年底的食品淨資產的帳面價值有十五萬 那差五年底這個食品的淨資產的公民價值有八十五萬 好 所以我們先看 差 它現在要先做差五年度了 所以先看一下差五年度 好 差五年度呢 我們看一下呢 它呢 期初的一月一號到六月底的營業損失有三十萬 他們所得稅 所得稅率是30% 好 所以扣掉30%之後 它的損失就有21萬 好 營業損失呢 它的損失前面呢 好 對不起 還沒完 因為不是30萬而已 我的營業損失是指 只要是停業單位的損異業都算 所以你看一看 所以看一下呢 到六月底為止是30萬 那六月底到12月31號呢 有20萬 所以兩個 整個年度加起來它的淨損失是多少 十萬 十萬拋掉所得稅的影響之後 它的損失就七萬拋掉 好 我現在把兩個寫在一起 好 平價級組份 把它寫在一起 好 因為這樣被我擦掉了 那分開寫可以更新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實現的部分 你可以看差五年度的時候 它有沒有實現了組份的問題 你看它給我們的資料裡面 營業損失30萬 營業利益20萬 那差六年初估計處分 估計它發生了沒 我現在說差五年度喔 所以它實現了沒 還沒有 所以我只要看了 所以它沒有處分 差五年度它沒有已經實現的處分損異 我只要看它差五年底的 平價值裡面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過的 它的平台是什麼 淨資產的帳面價值 跟淨資產的公益價值 所以這邊拿到 差六 差五年底的 年底的相關資料裡面 最後兩項 差五年底食品的淨資產 帳面價值100萬 差五年底食品淨資產的 淨公益價值85萬 所以我只抓這兩個數字來評價就好了 這樣看懂嗎? 所以我是不是產生了 15萬的平價損失 費公益價值只有85萬嗎? 那損失呢? 15萬扣掉所得稅影響之後 我的損失就10萬05千 好 所以我的平價損失17萬05千 好 那那個停業單位的損益 就是有17萬5千 其中7萬是營業 然後另外的10萬5000是平價值儲存存 好 可以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差六年度的 那差六年度呢 它告訴你實際營業損失是75000 然後呢 我儲分淨資產 淨資產的儲存 食品賦滿淨資產的儲存 實際得到現金是90萬 就像這裡一樣嗎? 好 我先不要把它擦掉 類似這樣 跟你規照 好 我們現在是不是資產呢? 剩下的淨資產是85萬 我在差五年底就把它調整為85萬 因為成倍15萬的損失了 好 那這一段呢 它沒有告訴我說它營業生物是多少 營業費損失多少 它直接告訴我 就直接把這一段合併起來 直接告訴我75000的營業損失 比如你自己假設 我有存貨是275000 可是我賣掉只拿到20萬 所以我產生75000的損失 這樣子可以嗎? 好 再來 結果我賣掉拿到多少錢呢? 我賣掉拿到91萬 我可以完全跟它這樣寫行一樣 所以我這樣子算出來呢? 是775000 可是我賣掉91萬 好 我賣掉91萬 所以兩個相減之後 我就產生了什麼? 儲分利益了 好 對吧 85萬 這是75000 沒錯 所以我分得很開心 我們大家都沒放數喔 給它91萬 所以我的儲分利益有135000 這下的利益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差六年度的時候呢 我的營業費損75000 扣掉所得順的影響 好 75000 乘上7% 52500 好 損失52500 好 那我的儲分利益呢? 那儲分利益呢? 135000 135000 扣掉所得順的影響之後是 94500 所以呢 我差六年度的 停業單位的損益 四萬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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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這樣 看看懂嗎? 這樣要解決你的問題 好 所以我當時候就講 因為這個問題呢 尤其是這個題目的時候 它給你那麼多資料 你要去抓你在做答案裡 你要得到這個答案所需要的資料 那前面給你很多什麼 X6年初估計儲分的損失啊 那X6年初呢 它估計的什麼 這個淨資產的 儲分估計資產的損失 那給你這些資料裡面還有什麼 估計營業損失 這個都不管它 因為在我X5年底的時候 然後這些通通俏合作 進資產 好 所以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給你很多資料 你要去抓到你需要的資料 它不需要的你不要自己去 圍繞自己的動態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要把它第一個 這個題目裡面 你要把年度看清楚 它給你這些資料是X5年度 所以所有的資料 X6年度的都去估計 好 啊X6年度的估計 我都併在X5年度的淨資產來做就可以了 好 那淨資產裡面 我其實強調淨資產 為什麼前面要告訴你這一段 我的資產 淨資產是資產 總資產只要總負責 或者總資產就包括了流動資產 有非流動資產 所以流動資產裡頭也包括存貨 那非流動資產就是 非流動資產也包括你的設備 那反正在我評估的時候 通通叫過淨資產 所以當我處分它的時候 就是我原來的淨資產的相關的資料 就要去調整它 好 所以為什麼 我說你就去想假設我24萬裡面 裡面有11萬2千是我的存貨 結果我賣掉11萬2千 我收回來不是11萬2千 我只收回來10萬塊而已 所以你才會從24萬的淨資產 去扣掉你的11萬2千的存貨 你拿回來現金10萬塊 所以你的資產淨資產只剩下22萬8千 全部處分掉 你拿到24萬8千 你就是處分給2萬 好 這樣剛剛看到的 貴格例子也是一樣 我差我年底已經把我的淨資產調整為85萬 那85萬裡面 它直接告訴我費損是多少 損益是多少 不是告訴我營業收益 然後營業費損 它直接已經告訴我營業收益 扣掉營業費損之後 我是產生營業損失7萬5千 就比到這樣的想法 好 那扣掉之後 結果我剩下77萬5千的帳面價值 可是我賣掉主持人員 所以我產生了13萬5千的處分利益 扣掉所得稅的影響 10萬5千的影響 9萬4千5萬 好 這是那個第七題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怎麼有問題是正常的 因為我上個禮拜都很強調 評價說是淨資產的帳面價值 跟它的功能在你來比較 那你沒有去想清楚 淨資產產生什麼 你就會容易搞亂 你就會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在一起 這樣清楚嗎? 好 這是營業單位的問題 好 那 看一下 Q161 剛剛有同學問我 因為剛剛有那個同學寫 營業費用利息費用 沒有去分它 因為什麼 上標是6月的第3 最上面 營業跟營業外的區分 好 它說呢 在我的 我國的企業習慣 會將收益費所區分為 營業跟營業外 好 那根據ISE呢 就是國際費用選擇的公報裡面 並未要求劣勢營業經濟這一項 好 而且特別提醒呢 如果把企業呢 將營業經濟跟營業外損益分開 就必須注意 不要將營業活動範圍內的項目列入營業外的收益費所 比如說存貨疊價損失 好 它說存貨疊價損失呢 它應該列為消貨成本的調整 好 所以在這一段話裡面 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要不要跟營業跟營業外 在國際費用準則並不要求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你還會對習慣性的啦 就是說會適用我們自己原來的習慣 因為它沒有要求你沒有說不可以啊 它沒有說不可以 它只是沒有要求你一定要這樣分 它另外呢 它直告所以說 好 如果你就是要這樣分也可以 可是你千萬要記得 如果你有存貨疊價損失 像我們以前存貨疊價損失呢 我們可能會把它放在營業費用 好 我會把它放在營業費用 跟營業有關係 可是不是 那麼 不是跟我的消貨成本有關係 它這裡就提醒你說 存貨疊價損失 就必須把它視為 消貨成本的調整項目 所以這一段話 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分不分營業外 沒關係 第二件事情 存貨疊價損失 必須列為 消貨成本的調整項目 它不是只營業費用 更不是營業外的備損 好 必須告訴你 而且存貨疊價 只有存貨疊價損失 你不會有存貨的利益 除非你有升職 就是你把你的錢 所以未來我們再不想 好 這是66月裡面的這一段話裡面 要告訴你兩件事情 好 那再來呢 好 本來還要講的保留利益表 會太有一點點來不及 因為要講情緒什麼調整 可能要先講 說起來會有情緒什麼調整 說起來會有情緒什麼調整 對 可以講幾個情緒 好 然後再來跟大家解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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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很多 你們有什麼地方 不是很清楚的 不要把問題帶回家 好 如果你現在可以很明確的 講出來 你什麼地方有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先再建議自己 好 好像不像家偉一樣 我們就覺得有問題的是 政治問題在哪裡 我也說不上了 那就給大家在這裡問 好 46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們之前看的很仔細 46月 16日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說 好 這個根據ISP 它收益是指 當期經濟效益增加的部分 以資產的流入資產的增值 或負債減少的方式 來造成可以把業主權益增加 而非 好 完全是這段話 好 你的資產增加 或者負債減少 業主權益是會增加 不然 看業主權益增加 不是因為什麼 增資來的 它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所謂的損益檔 損益的來源是什麼 其實是我的權益期出跟期末的比較 如果期末大於期出 那基本上我是 我當時是利益的 但是期末大於期出一定是賺嗎 如果業主是增資來的 那期末大於期出 就不是公司經營結果出來的 那這一段話的意思是這樣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剛剛在講 第七 剛剛在講經過第七例的時候 我還是不太懂 求求 為什麼在重申營業 欸 因為我們在那邊 我會提列單位 第一那邊 需要用85萬 剩掉7萬分 好 我先問你說 我現在可以再給你講 24萬減掉 11萬2000加10萬 可以理解嗎 課本上施例1的時候 來施例2 施例2 課本上的施例2的時候 好 你可以理解嗎 施例2是增 好 61頁到62頁 他現在插3 插7年度的時候 他已經把他的帳面價 淨資產的帳面價值 從25萬調整到24萬 是不是 就是施例1的時候 所以我成了1萬塊的平價損失 好 那施例2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我呢 插8年度的時候 營業收益10萬 但是營業廢損11萬2000 好 那我說 你把它想成營業廢損 我就想說 你把它想成說 假設我的存貨 我在插7年底的時候 我已經把它調整為 它的公平價值 11萬2000是我的帳面價值 11萬2000是我的存貨 就我賣掉 插8年賣掉的時候 我只拿回10萬塊而已 所以我的淨資產 從24萬 我賣掉11萬2000是要減少 如果我一樣拿回10萬2000 那我的淨資產還是要14萬 可是我現在是存貨賣掉 10萬2000 在我的淨資產減少10萬2000 但是我只拿回10萬塊的現金 這樣看懂嗎 那一段話 好 那回到第7頁 第7頁 第7頁呢 我已經把它的帳面價值 從原來 插5年底的淨資產的帳面價值 從100萬調整為85萬了 好 插8年賣掉的時候 它沒有像勢力2那樣告訴你說 它的費收益是多少 營業收益是多少 營業費損失多少 它只是直接告訴你說 它就是營業損失7萬5000 營業損失就是什麼 營業收益減到營業費用嗎 營業費損 營業省略 所以它直接告訴你了75000 就像我那邊 11萬2000加上 這個減掉11萬2000加上10萬一樣 我可以直接寫1 或者減掉12000意思是一樣 因為我的營業收入是10萬 營業收益是10萬 營業費損失11萬2000 所以是不是營業損失1萬2000 意思是不是一樣 對啊 就我說為什麼我把它寫在這裡 就讓你對照 這個75000 75000就是這邊必不來 營業損失75000 75000 就是營業收益減掉 營業費損 這樣清楚嗎 好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們先就下課 安慰 請你今天回去呢 我也找了三條 好 這個題目都比較長一點點 要花一點時間做 好 練習體的第四題 好 中和體的第四題跟第四題 好 練習是中和體的第四題 它比較吸引一點點的 好 因為它會告訴你 其他中和體的第四題 如果當年不實現之後 對於對於那個體的主要怎麼去表達 好 第四題 好 如果你們有問題 好 你們有問題 好 再一次嘛 好 練習你的第十二題 以及中和體的第四題 以及中和體的第四題 這一題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一點 好 第四題 因為講的 你的其他中和體 如果實現同分內 你怎麼去表達 好 這計數是比較辛苦一點點 好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下課